那有什麼提醒大家要安靜一點 覺得還是要公正一點 因為你帶手機機去很難避免 很難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等一下是發現沒有在收手機或是提醒是不是 沒有在 對他現在沒有收手機 因為我記得2020年的時候他是要收手機 然後從上次公投之後他就沒有在管 上次公投啊 他有提醒大家要關靜音 可是只有關靜音是不是會有問題 我覺得 假設說我今天進投票所 我有一個人是命令我要投給誰 我只有關靜音 我就偷偷拍給我證明我有 這樣就會有做票或會選擇先 照理來說是要降低 因為中選會規定是規定 電子產品是不能帶進投票所 除非你關止 這樣的確是會有一點點 你上次投票手機是有收中 對對對 我記得 對對對 我剛剛看教室 其實也只有一兩個教室有籃子 很多投票所都沒有籃子 對 覺得還是要公正一點 還是要公正 因為你帶手機進去很難避免 很難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對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